由台大醫師、營養師、藥師和專者護理師等醫療專業人員組成的營養支持團隊 致力於新型靜脈、腸道及免疫營養的開發 透過居家靜脈營養的病患已超過1400人次 不少病患因為手術後營養不良 在調整三餐與營養品的補充最後順利恢復健康 我還等了一間我已經是把我掛了 一百九十公分以後 一段時間他沒想到滑,十四塊 林教授跟這些營養師走進去拉丘 照營養師說的話,吃滑跟他吃進去 但是這段時間,很辛苦 也會走進去 林教授是不離不去,走進去拉丘 前一年時間,吃東西都不方便 也會拉,吃下去就會拉 整天都不舒服 到一年以後,恢復正常 才有營養師教授 一餐一吃 然後有肉一直保我的身體 又不會有報到一年以後,已經有回合了 現在就比較少 台大醫院的營養醫療小組 其實是在1986年成立 就是剛剛提到陳維鑼校長的一個督導 所來成立的一個小組 而我們這個小組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稱之各位長官之前有報告過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跨團隊的一個小組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以病患為中心 我們來處理這樣子的 相關營養不良的一個情形 在台大醫院其實我們已經推廣這件事情 已經十幾年了 護理師、營養師要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表單 所以我們在住院的病人的第一天 一定要來填這個表單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健保對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任何給付的 所以就是套用比較房間的說法 就是比較做功德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台大醫院 其實我們有一個專屬的一個 HOME TPN的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一直到今年已經有大概1400位 這是我們大概在4、5年前的一個論文發表 目前已經累積1400位 在台灣是距離絕對是領先的角色 所以才有機會照圖就是說 剛剛陳圖剛剛我講的 就是腸胃道當然還是優先 可是如果腸胃道真的不行 比如說腸胃道的切除範圍太大 甚至它有一些柔管等等 或是有一些併發症 還是不得不去使用這些靜脈營養 當然這個靜脈營養在38年前 就已經健保有幾部 這也是健保的得正 要不然其實這些病人也很辛苦 如果這些TPN沒有健保幾部的話 這些病人的經濟壓力 一定是更加的沉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團隊 也有導入遠距的一個部分 因為病人居家之後 回到家之後 其實有時候甚至他回診 來到我們的門診 醫生其實很忙 我們可能一個診要看30到60個病人 所以其實很重要 其實病人他的體重的變化 還有他的追蹤是很重要 可是因為時間真的很短暫 很難去做很好的一個追蹤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問病患一個體重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遠距就有一個角色的部分 可以來幫忙這些病人 所以我們的團隊的話 也藉由穿載式的裝置 還有一些AI的補助 可以來更好去追蹤病患的一個 體力的恢復狀態 還有他的營養狀態 隨著科技進步與研究不斷深入 台大營養支持團隊 邁向更精進更個人化的方向發展 在術後康復過程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我們都知道手術是非常複雜的事情 然後要讓手術的病人能夠順利的恢復 其實不是只有手術本身 在手術前的準備 手術後的復健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講全人的照顧 在這全人照顧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所謂營養的照顧 那台大醫院從成文教校長的名參教授 這30年來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堅強的 營養支持的團隊 這種支持的團隊 讓他們在手術前的準備 手術中以及手術後的復健 都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支持 真正的是實踐了 所謂全人營養的 全人照顧的這樣的理念 大家平常比較少注意到他們的角色 但非常高興能夠透過今天的記者會 由我們陳主任跟林明山教授所領導的團隊 包括我們整個醫院的團隊 能夠將這個全人照顧 手術營養的照顧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跟大家分享 我們外科醫師其實不會 不能夠只有說靠手術 那病人的營養跟身體狀況 不管是在術前術後 那都是跟我們手術能不能順利恢復 那病人能不能順利的恢復健康 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營養團隊 其實就是說我們 之前我們的陳一招校長 那還有他的 德藝門是我們的李明山教授 那一直帶領我們這個堅強的 手術營養的團隊 那到目前為止 有非常非常傑出的成果 那也在這個週末 有一個國際的學術研討會 那這一次非邀請到 我們全世界最重要級的 這營養學的專家教授 來我們台灣 那這個是我們團隊 共同努力的成果 營養是我們手術 還有所有治療的腎脈關鍵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醫院三十幾年前 就開始致力於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團隊 現在我們醫生不是高功在上 我們是很多的partner 所以我們的團隊 在三十幾年前就有這個概念 包括我們護理師 還有藥劑師 還有我們營養師 就是我們已經完成了 全靜脈營養 居家的全靜脈營養 超過一千四百例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 全世界最多的案例 最多的累積的案例 那明天的學會 歡迎我們媒體朋友 積極的報導 宣導這個概念 那也歡迎 台大營養支持團隊 更將透過年會舉辦 邀請日韓 美歐 亞洲 集合國內超過五百位專家 與會討論 未來帶給國人更精準的 手術前後飲食指引 與照護方式 也商討國內手術病患 營養評估相關健保費用補助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